大家好,我是拼个单 上周我试完了亚利桑那阳光2 这款新进发售的VR游戏大作 也上传了我前两小时的游戏实况 在游玩过程中颇有一些感触 实在是不足不快 所以今天我就来详细聊聊这款游戏 希望能够给还在观望的玩家朋友提供一些参考建议 对于亚利桑那阳光这款游戏 我想大部分VR游戏玩家都听说过它的大名 早在2016年 在我刚刚接触VR这个新事物的时候 谈到有什么好玩的VR游戏 很多人首推的就是它 请注意 那个时候还没有Beat Cyber和半帅气Alex 凭借出色的画质 丰富的武器 良好的射击手感 还有相当完整的游戏体量 在VR硬件和VR游戏的早期阶段 亚利桑那阳光带给了我们一段美好的游戏时光 从类型上说 它是一款丧尸和末日废度题材的动作冒险游戏 因为题材和玩法都非常受欧美玩家欢迎 所以亚利桑那阳光 在商业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之后它更是登陆了差不多所有的VR内容平台 其中也包括Pico 爱奇艺 奇遇这样的国内平台 这款游戏我现在玩起来依然是十分的带感 这其中固然有一份情怀的因素 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它极高的完成度 也就是作为一款VR游戏 它在各方面的表现都不差 虽然距离之后推出的半衰期Alex这样的神作还有不少差距 但相对于同时期 甚至是今天的部分VR游戏来说 它依然是一部佳作 从2016年到今天 VR硬件实现了不小的升级和迭代 当年那些笨重的PCVR头显已经变成了可独立运行 也可以串流PC的VR一体机 主机平台搭配PS4 Pro使用的PSVR 也换成了搭配PS5的PSVR2 更高的分辨率 更好的显示效果 还有更精准的手柄定位精度和更好的振动反馈 都在呼唤着更高质量的VR游戏 来满足玩家们日益增长的体验需求 在2023年底 我们终于迎来了亚利桑那阳光的续作 也就是亚利桑那阳光2 它所承载的玩家期待显然是巨大的 老玩家希望它能轻出于篮而胜于篮 而新玩家在期待着能够玩到一款 媲美泛衰期Alex的VR游戏大作 实话实说 在游玩本作之前 我自己的期待就是这样的 不过在开始游玩之后 我发现有不少地方和我想象的的确不一样 首先是剧情 我本以为本作的主角还是初代那个最终逃出生天的家伙 结果并不是 还好这回的主角和前作主角一样都是画牢 这也算是保持了系列一贯的幽默风格吧 而在游戏过程中我们还会遇到一只狗狗 它的名字叫做Buddy 这个辐射似的即视感有没有 本作的故事还是和初代差不多 主角要从自己被丧尸围困的家出发 寻找一条逃生之路 一路上能够陪伴主角的就只有Buddy这小狗了 至于结局如何 这个真不能说 咱可不能剧透啊 下面说说本作的优点 相对于前作 本作在游戏画面和模型精度上都提升了不少 武器的种类也比前作更丰富了 设计手感也不错 而且不同的枪械会带来不同的手感 同时本作还提供了一些近战武器 不过这些武器都有耐久度的限制 砍几下就坏了 所以看得出来 本作还是鼓励玩家都用枪械进行射击 此外本作还提供了合成武器的功能 在路上我们会捡到一些物资 然后在一些固定的地点 我们可以把它们合成为不同的爆炸类武器 比如手雷 地雷 或者长柄手榴弹等等 那么以上就是我认为本作最主要的几个优点了 没错 你没听错 接下来要说的全部是缺点 这就是我在开头提到的那些不土不快的槽点 第一个槽点是有些关卡的场景实在太黑了 打到后面我不能不把游戏的画面伽马值往上调 这样才能看清楚黑暗中的一些敌人和场景的交互点 作为一款V2游戏 在黑暗中射击和躲避敌人实在是一件心理压力超大的事情 而我除了血压增高之外 没有获得任何正面的游戏体验 颇有一种为了吓人而吓人的感觉 第二个槽点是本作的误操作很多 我自己遇到的一些情况包括 地下身子去捡蛋加 结果不小心掏出了手枪 向上伸手爬梯子 结果不小心从背后掏出了步枪 还有当手枪离身体太近的时候会影响换蛋的操作 而之所以出现这些误操作 主要是因为交互设计的问题 在这方面半摔器Alex和Quest的平台的生化危机4都做得很好 我强烈建议开发商在物品抓取上再认真改进改进 最好是能让我不弯腰就可以捡到各种东西 第三个槽点是一些解谜设计的提示非常不明显 这里我举个例子 在这里我卡了好久 往上看这里有一个梯子 系统也给了提示 应该是通过某种方式把梯子放下来 我一开始就想 是不是射击某个地方 然后梯子就掉下来了 或者是把旁边的梯子扛过来 吃了半天都没效果 最后竟然是让狗狗从这个木板上跳上去 然后狗狗就会帮我把梯子放下来 我不知道其他玩家会不会第一时间发现这个解谜的方法 而在我看来这个骑士实在是非常的不明显 第四个也是我最反感的一个槽点 就是本作做了一些强制逃跑的关卡 也就是在一些地方直接给你堆了一大堆丧尸 然后你就只能逃跑 如果跑错了地方就直接game over 这种强制逃跑的关卡在一些传统的单机游戏中出现过 比如生化危机系列 但人家是第三人称视角 而且人家的跑步确实比走路要快不少 在本作中我是第一人称 而且按下左摇杆加速跑也没感觉快了多少 一边要躲避丧尸一边还要找路 一不小心就被丧尸群殴致死 这种需要玩家通过多次死亡进行背板才能打过的设计 我非常不喜欢 简直就是纯纯的恶心人 而正是因为他带给我的负面体验要比传统游戏大很多 所以遇到这样的关卡 我直接就不想再玩下去了 说到这里我想重点强调两件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事是本作的核心爽点到底是什么 我认为是在冒险过程中 用各种武器流畅且精准的将各种丧尸抱头的感觉 其余的剧情设定也好 场景解谜也好 都是粉菜 真正的大餐就是强强抱头 而我前面提到的这些草点 全都会拖累这个核心体验 第二件事则是VR游戏中的失败重来 带给玩家的负面体验要远远大于传统游戏 因为玩家游玩VR游戏产生的疲劳度 要远远大于传统游戏 所以VR游戏更需要强化带给玩家的成就感 而不是挫败感 而本作的这种强制玩家死亡在进行废版的操作 并没有产生大片的即视感 而是彻彻底底的失败的游戏设计 最后我们还是给本作做一个总结吧 作为知名VR游戏亚利桑那阳光的续作 本作在游戏画面 关卡和武器的丰富度 射击手感上都有所提升 同时在部分关卡设计和交互设计上 存在巨大的遗憾 我认为它只适合那些喜欢迎接挑战的硬核玩家 这里我还要吐槽一下本作的价格 相对于Quest和PSVR2 哪怕是价格最低的Steam版本的国际售价也高达268 而今年拿下了年度游戏的博德之门3的价格才298 这么比较下来 我为什么不去玩博德之门3呢 在我看来 亚利桑那阳光2的售价定在98或者168或许更合适 因为一款VR游戏的竞争对手 绝不仅仅是另一款VR游戏 而是包含了全部的主机游戏PC游戏和手游 因此现阶段对于这款游戏 我个人是不推荐购买的 OK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就请点赞收藏评论和转发 还请各位观众老爷给我一个大道的关注 我是Pink丹 咱们下期再见